那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尺寸是很適中的 不會太小 它單手拿久的話會呈生嗎? 不會 如果你累的話 換手拿 可以換手 當然開放出是這種聽起來很棒很美好 那它也有相對的一些缺點 可是我覺得因為它又是彩色的螢幕 我對它其實也是覺得 嘿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當成平板來用 對它換一換 像 螢幕作為現代資訊的窗口 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名字 像是電視、電腦、手機、平板 然而根據使用需求的不同 它們也都有各自的技術亮點 像是如果你把電視搬到辦公桌上 當電腦螢幕使用的話 你的眼睛一定不會放過你的喔 那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才剛上市的文石Books NOVA LSE 身為電子閱讀器 螢幕最大的特點就是使用了e-ink 的技術 而且這台是彩色的喔 它能提供更類似紙張的視覺效果 優點有像是強光下很清晰 叫不上眼 適合長時間閱讀等 但是它的限制也不少 像是反應速度慢 讓它更不適合用來播放動態的畫面 過去聯想正常滑滑網頁也很困難 即便如此 e-ink 還是有在持續進步 也帶來了更多的使用可能性 去年文石Books 發表了旗下首款 彩色電子墨水螢幕的閱讀器 Nova Suncolor 廣受漫畫、繪本、筆記族群的注目 開放式的系統也拓展了大家 對於電子閱讀器使用的想像 那這次的主角 Books NOVA LSE 除了最重要的螢幕 表現再升級 規格和應用也一併與時俱進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它的綜合表現如何吧 VOLVE 歡迎大家收看未來生活提案 我是資深科技的懶摸 我是虚擬玩家TING 我是科技小白01 YA 就是一個 和大家一起探索科技生活無限可能的節目 那今天我們的主角呢就是開頭提到的 Books 文石推出的Nova Air C C是Color嗎 對,C就是Color的意思 那這台最大的特點當然就是它的 彩色的螢幕 對 而且它的螢幕是電子墨水的螢幕 以往大家對電子墨水的印象其實是黑白的 而且這一台是他們旗下的第二台了 那可以看漫畫 可以 還可以看繪本 還可以看影片 也可以看照片 對 可是實際的顯示效果 對 它是不是能夠應付這些內容的顯示呢 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它實際的表現如何 那講到電子閱讀器 你們之前有考慮過要買電子閱讀器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不看書 你們 沒有平板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測過電子閱讀器 歡迎點選右上角的資訊欄 其實角色上我覺得就是有點重疊 但如果對於大量閱讀的人來說 一個不傷眼的閱讀器 電子閱讀器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這一台電子閱讀器呢 我覺得其實可以稍微突破大家 以往對於電子閱讀器的強項 因為它是開放式系統 然後它有彩色螢幕 然後它各方面的連結功能也都完整 它有喇叭 它可以連接藍牙耳機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今天一定要來看看它實際的表現如何 GOGO 那第一環節呢 我們就先來看看它的外觀跟做工吧 首先呢 它是延續了散熱帶Nova 3 Color 的螢幕尺寸7.8吋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尺寸是很適中的 不會太小 然後也不會太大 因為畢竟它有支援筆記的功能 我覺得還是不能做太小 它的接生器其實蠻薄的 可是它的重量上 其實我覺得 以這個尺寸來中 它還蠻扎實的 它單手拿久的話 會很酸嗎 不會 它幾乎只是跟一般的手機 差不多 而且不是特別大的 如果你累的話 換手拿 可以換手 那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它正面 它的螢幕的邊框 其實現在一般的平板 都會追求邊框要做得越來越窄 可是閱讀器主要還是要長時間閱讀 那你拿的時候 你避免誤觸螢幕 所以它邊框不會做特別窄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之前那一台COGO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把手 可以這樣握住 然後它上面有兩個按鍵 就可以剛好就是上下鍵 它沒有上下鍵 它全機只有一個電源按鈕 那因為它這次的流暢性 等一下也會提到 系統流暢性我覺得是還不錯 所以它操作起來 便利性上我覺得不會打折太多 那也是因為你之前那個實體按鍵 因為它有防水 這很重要 越防水的產品 會需要越多的實體按鍵 因為在碰到水的時候 其實觸碰螢幕的操作 會受到的流暢 那這台這次 它是沒有防水的 那整體來說 我是覺得它在 邊框的厚窄啊 機身的厚薄度 還有它整個機身的質感 忘記提了 它是沒鋁合金的材質 然後是霧面的質感 我覺得整體的平衡很不錯 其實就是一個滿低調 很基本的設計 那你自己是可以黏在這上面的嗎 另外 這次它和內油附上的觸控筆 等一下我會提到 它是可以吸在機身的旁邊的 其實這樣的外觀 我是覺得 以電植圖讀器來說 基本簡潔耐看質感優秀 好握持 它各方面都有做到的 不會是旗艦機種嗎 那NOVA LSE呢 身為文石Books推出的產品 其實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是開放式作為系統的閱讀器啦 那開放式作為系統 跟封閉式作為系統 講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上次那個 Cobo那一集 剛好有問我 對 還是請大家回去看 對 然後就不用再讓我講這段話了 剛好這系統就可以載 叫做APP嘛 然後系統也 可是它聲音也比較不穩定對不對 開放式作為系統 基本上它的記憶體就是Android 所以你可以載各式各樣的APP 那封閉式作為系統 其實就是 例如說什麼Cobo 它有自己的書程 它有推出自己的閱讀器 那就只支援它們自己家的書程 所以當然它就不能載其他的APP 所以它也同時沒有其他的功能的可能性 可是開放式作為系統 就不一樣了 因為它的記憶體是Android 它是可以裝APP的 各家書程的APP 所以你可以直接通知市面上 所有電子書程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對於愛閱讀的人非常重要 除了這些書程以外 網路上有提供很多免費的檔案 或是付費檔案 是電子書相關的 例如說 PDF EPUB 圖片 只要你找得到檔案 基本上都可以拿它來做閱讀 當然開放式作為系統 聽起來很棒很美好 那它也有相對的一些缺點 因為畢竟它的系統複雜度高很多 所以大家以前為人募辯 就是它的系統的穩定度 可能會比較低 流暢性的上面 也可能會比較不流暢 可是呢 這一次我在Nova Air-C上面的體驗 其實我覺得它跟 封閉式作業系統的 流暢度 並沒有落差很高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電子軌測器 它的操作的反應靈敏度上 不會像一般的平板 或是手機 那麼的即時 它有它的節奏 那我自己使用的話 就是大概一個晚上 兩天這樣子的時間 我就比較習慣它的節奏 所以 就不要把它當平板來用 其實就 對 可是 我覺得因為它又是彩色的螢幕 加上它的Android系統 所以它的可能性很多 我對它其實也是覺得 嘿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當成平板來用 想對它壞壞 想對它壞壞 那當然呢 我這次的確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下載了像YouTube 或是一些Podcast的App 那實際表現如何呢 接下來的環節 我們再繼續看看 好 這次Nova Air-C的螢幕 在色彩和對比的表現上 都有了顯著的提升 其實一般的平板 跟Nova Air-C比起來 你真的還是會覺得 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就是它沒有那麼鮮豔 然後顏色的落差也還蠻大的 但是Nova Air-C的本質 畢竟還是一個閱讀器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以閱讀器的角度來看待它 因為畢竟 電池墨水它不傷眼嘛 它強光下閱讀也是很清晰的 所以它有它的優點 它的顏色色彩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你在看雜誌啊 漫畫 繪本的時候 雖然它顏色沒有那麼飽和 但是經過這些淡彩的一個指引 然後你可以有一點點自己的想像力 其實整個體驗上 我覺得提升還是蠻顯著的 而且如果你是美萬名的話 我還蠻推薦 可以到Google Play裡面 去找幾本彩色的漫畫來看 我覺得效果真的是還不錯 那回到上一段提到的 就是YouTube的測試啦 Nova Air-C裡面其實 內建了多種畫面刷新的模式 那它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刷新的越快 那流暢度就越高 同時就會犧牲掉畫質的表現 最適合觀看影片的刷新模式 就是這次Nova Air-C 新增的X高速刷新模式 那實際的效果如何呢 我覺得大家眼見為平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如何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其實還能接受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接收一些資訊的話 我覺得還行 但是如果你很享受的追劇什麼的 我覺得 這不是電子越讀器 要去達成的事情 另外 不知道大家剛剛看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 Nova Air-C內建的喇叭效果是還不錯的 但如果你用來聽音樂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BASS 是比較少的 畢竟它主要的目標 應該還是用來聽電子書 在人聲的表現上 我發現它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不會有報應的狀況 如果你下載 像KKBOX 或是一些可以聽Podcast的App 它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聽Podcast的工具 而且 它這次也是有內線藍牙的連線功能 如果你想要聽更好的音質 而且你怕打擾到別人的話 其實帶上你自己最喜歡的藍牙耳機 那效果一定會更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針對它的彩色螢幕來做一個介紹吧 它的音樂的特色 其實像它除了閱讀之外 也很適合它做一個作用 畫畫 對 還有筆記 尤其它這次核內很貼心就是附上了一支4096感壓等級的水礦餅 我自己剛才在試用啊 我覺得就是你畫下去就是看得出來哪邊是重哪邊是錢 因為我自己平常有用那個Apple Pencil就是有試過 相當於Apple Pencil來說我覺得那個筆觸更好 沙沙的感覺 那摩擦力的感覺更舒服 像Apple Pencil它沒有用 太滑啊 像在玻璃上面 沒有用那個摩沙子的感覺 可是它這個就不會 就像牽筆的感覺 而且還會有那個沙沙的聲音 就是很療癒的 然後我自己寫的時候 顏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就是這次 如果你自己的筆記代號則 它支援ALI文字辨識的功能 如果你希望你的文字筆記 可以轉換成數位的檔案 而且可以去搜尋你的內容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個很貼心就是 Books文石它有跟有道雲 跟Evernote 這兩個蠻有名的筆記軟體做合作 所以如果你的檔案要做分享 要做雲端的儲存 它的操作上有的更方便 那有了這麼多的功能 我覺得Nova Air C 在筆記這塊 我真的算是 我體驗過的閱讀器當中 我覺得是最好的資訊 感覺就是一個生產力工具 可以輔助你一些在上課上面的學習 對 或是工作上面辦公的時候 嗯嗯 OK 好我們來到最後的結尾啦 那我們其實也體驗到它的很多的功能 它真的是一個很多可能性的產品 我要補充的是就是它的電力啦 那其實這幾天下來呢 它只要2000 好安時的電池 沒錯 但是其實以電池閱讀器來說 因為它本身E-Ink是比較不好電的 但如果你就是好好的去閱讀 做筆記 把它當成一個真正的電池閱讀器 E-Ink的裝飾來使用的話 我相信其實使用的幾天還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就是它彩色螢幕加上開放式做一種 真的讓它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它電力有限 你可以沖著電然後去挑戰它的無限可能 對 如果你自己擁有這一台 或是你有任何開放式系統的電子閱讀器 然後你有很巧妙的使用方式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就經過今天的介紹跟了解 你們會對這一台電子閱讀器有興趣嗎 還好耶 就是我真的是 不閱讀的一個 對 但我喜歡它的筆記功能 填筆那種沙沙沙沙的 的瞬音真的 如果未來有小孩的話 炒掉平板我就會拿這個賭他 比較負傷眼睛啊 可在同時又去彩色 然後也可以畫畫也可以做筆記 兒童節禮物 或許可以靠去送那個給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起司 為什麼不能玩遊戲 我要死未去 最後呢就是NOVA2C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旗艦款 彩色螢幕的電腦螢幕 但是我覺得還要提醒大家 雖然它有開放式做的系統 雖然它有彩色螢幕 但是如果你抱著它是平板的角度去買 就一定是會夠後失調 跟你的預期是有落差的 但是如果你把好好的當作電子聲音 不需要來使用 那它就是一台可能性無限的預期 如果想要實際體驗的朋友 那可以到我們三創生活的三樓 就這樣掰掰 掰掰 掰掰 工商時間 嗨大家好 我們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啦 只要加入三創的官方Line 就有機會抽iPhone 13 Pro 以及Beats最新款藍牙耳機 還有羅技的電競耳機 多項好禮等著你來挑戰 活動時間4月21號到5月22號 然後我們的新朋友也有額外的優惠喔 詳細的活動辦法以及優惠 還有傳送門 我們都會放在資訊欄喔 祝大家好運 那你們最近看的一本書是什麼 我最近看的一本書 就是地獄吉他指南什麼的 我也有 而且我那本是不知道是高中還是大學 不知道誰送我 然後我前陣子回高雄 然後整理房間 才突然發現我竟然有這本 結果我吉他怎麼還是那麼爛 那你呢 不會表達你的努力一文不止 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玩被看玩 那你看到目前為止 就是要會表達 那你們在以前小時候看的書 這類型跟現在有差嗎 我都看那個 我們去Seven嘛 那種一小的 我就知道 那個鬼故事 因為我同學人會帶 然後我會看 還有那種發大總裁系列 那我不會 你說那個封面都畫得很唯美那種 對兩種我都會看 他有練一下我的文學造詞 你的文學造詞 造詞 造詞呢 到底是造詞還是造詞呢 好就這樣 喜歡的話請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 詳細的文章資訊呢 在底下資訊欄可以看到 那是這樣子啦 掰掰 播中看很多金庸 有些小的 有些小的 有些小的